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这边看到的通通都是洁瓜 随便你买 台湾俗称的洁瓜 正确名称是夏南瓜 在我们台湾的蔬果拍卖市场里 另有如意的美称 黄色就是黄如意 然后绿色就是青如意 基本上洁瓜已经是 世界公认的绝佳健康食物 高纤低热量 富含维生素 不含淀粉100公克 它只有15大卡的热量 它有很多营养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 怎么料理结瓜 那我在这里教大家 最简单最简单也最好吃的方式 就是切厚切 这边看到我有秀这个厚度给大家看 大概你的一个食指结 不是要切你的食指哦 要注意 切厚一点 然后呢我就刨一点海盐跟黑胡椒 稍微调味 我会介绍三种方式 一个是沾蛋液 一个是果米骨粉 因为它没有淀粉了 所以我就用米骨粉 我没有用面粉 就是如果无肤脂的人 它是可以食用的 然后这边看到的是 蛋液打一打之后呢 我就跟我的结瓜拌在一起 这第一个很简单嘛 然后这个看到的是 我沾米骨粉 我比较少在用面粉啦 因为肤脂吃的比较少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一个是干煎 就是直接 我只有撒一点海盐跟黑胡椒 然后就直接煎 这三种风味都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都很好吃 然后你试着去沾蛋液煎啊 它会有一个蛋香 很香 我觉得吃起来感觉真的很不错 然后沾米骨粉啊 它吃起来有一种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煎那个甜年糕 我们不是都会裹那个面粉 然后跟蛋液 然后去煎那个甜年糕 我觉得结瓜啊 沾米骨粉这样下去煎 有这一种风味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所以下次我会试着沾蛋液 或者是用那个米骨粉 或者这两个结合起来都可以 或者你要用气炸锅也都行 所以我这边示范给大家看 那我刚刚之前都有跟大家讲过 结瓜呢 你要加油一起料理 这样子它的止冻性维生素 会比较好吸收 然后你用好的橄榄油 所以都不用怕 因为结瓜它本来就没有什么油脂了 我们人每一天都有需要摄取的油脂量 煎这样是不是很漂亮 然后又很好吃 有点焦香焦香的 然后这个是蛋液 我都有示范给大家看 其实在煎这个时候 就会飘出那个蛋香啊 然后跟结瓜的那个 有一点空气中一种甜甜的味道 因为我是台南人 甜蜜蜜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错耶 沾蛋液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用那个 沾蛋液煎过 我都大部分是干煎 或者是沾米骨粉 或者是下去做炖菜 像我示范过这么多结瓜的料理 这个最简单的 小绿绿你一定会 大家都会 瓜盛产的季节呢 我们就多吃 因为如果夏天天气太热 可能结瓜的产量就会很少 甚至比较少人在种结瓜 好了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